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育完全的成年人骨骼量感是相对较重的 一般来说 接近青春期男生的面部骨骼是最有少年感的 比如广莫梁子的面部骨骼就更像男生 天海右膝 梁洛诗的面部骨骼量感也是这个配置 这样的骨像搭配稍微风盈的软组织气质 更暖更柔和 皮肉比例低的话 则是清爽的岩系少年 二 少年感不只是洁白与干净 单纯靠外形支撑的少年感花期太短 只有心性才能成为一个人气质的内核 广莫梁子仍然是少年骨像 但就是看不出少年感了 真正能够圈粉的少年感也绝对不是被定格在 广告映照中的干净和清爽 少年的美在于尚未被世俗驯化的生机勃勃 书觉得少年感的核心就是棱角 会实打实地去碰撞 一种即使被生活狠狠地揍了也要揍回去的劲儿 看到这样的少年 才能让人回忆起自己的少年 三 只有真少年才能演少年 少年是一种特质 演员身上这种特质消失之后就再也演不出来了 少年对成人世界的边界和规则没有概念 触碰过边界 被规训过的人演不出初次跌倒的错愕与震惊 少年也是复杂和简单的矛盾体 复杂在孩子气和成人气质的柔和 但是又有出生牛犊不怕虎的简单和莽撞 少年感并不是人设的救命稻草 对真正的少年来说 是破碎也无畏的朝云与流离 少年的美正在于无法维系长久 而这正是其意义之所在 没有人会永远是少年 但少年从不会追求永远